大家好,本次给大家带来的课程内容是七天打造金牌客服之售后服务技巧的第二部分 我是讲师唐才英 那本次针对的学员对象也是 有三人以上的客服团队的淘宝集市店铺以及天猫商家都是适合的 那本次的学员的痛点主要是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南昌的售后问题处理技巧 然后还有就是售后的抱怨多 那这个是在我们第一部分已经帮大家解决到的问题 那产生退款差评投诉不到怎么样处理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部分重点会跟大家讲的 那还有就是售后问题高级线预防的比较少 那这个也是本次课程会跟大家去做一个重点的讲解 那么这本次的课程的一个收益 收益主要是三四两点 因为前面一二两点我们是在售后的第一部分内容 已经跟大家去做了一个讲解 就是常见物流问题以及退款的处理的技巧跟方法 那么我们这节课主要是让大家掌握 维权纠纷处理的办法以及售后风险的规避 还有就是掌握不良评价的一个处理的技巧 这是本次课程的一个本小节课程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收益 那么本次课程主要是跟大家去做讲的就是 第三部分售后的服务技巧中的一个维权纠纷处理 以及评价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一个课程大干就是 维权纠纷处理以及评价管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维权纠纷处理 那我们在讲就是说在讲任何问题之前 我们要懂得去做一个叫做什么呢 数据分析 因为我们现在毕竟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时代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去首先要去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数据的分析 懂得从数据里面去发现问题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维权纠纷处理数据里面 我们在这个维权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会有一个维权的一个概括的一个数据 那么维权概括这里面 重点我们大家可以看的几个数据 一个就例如说推广制约完结率 纠纷退款率接入率 还有一个就是下面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们都要进行看 还有一个就是投数率的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数据 跟同行对比的一个 就特别是说我们再看一下同行的一个均值 我们的一个目标 其实最简单就是我们不要 我们一定要去优秀于同行 这个目标就是对的了 所以的话不要说问我 老师哪就是数据 哪一个就是我要做成怎么样才是最好的 只要你就是做的比同行优秀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这 在我们的维权这里面 维权分析 我们这里面还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 退款原因的分析 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概的去分析出来 那像我们上节课讲的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客户都会选择这个7天无流退完货的这个退款的原因 那这样的原因其实我们是不知道 你看4.57万的人是7天无流退完货 那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当然去分辨 到底7天无流退完货的原因里面包含了哪些 那我们除了这一个大体的数据之外 我们还要懂得去做一个细则的一个分析 就是分析出来说 就经过我们的人工去做一个咨询跟统计 我们统计出来说7天无流退完货里面 其实真正的一个退款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后期去做一个手动的收集 那么在这里面官方就给出 这里是根据我们的一个退款的一个原因去做一个 做的一个统计 那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不用说去后台去导那么多数据去进行一个汇总 那这样的话后台也帮我们分析出来了一个大概 分析出来一个大概 那么还有就是明细 我们刚看到的是一个总的一个汇总 那么单品的一个明细 我们可以看到到底说我们哪一款商品 它退款的是最多的呢 那我们肯定就是说我们卖的多也是退的多 但是也会有一个比例嘛 那如果这款商品卖的并不是很多 但是退款退了很多 那么那个商品就证明这个商品是有问题的 所以的话我们在后台这里面 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退款商品的一个排行 就是说哪一款商品它是退款最多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维权纠纷处理 维权纠纷处理一般是有分成哪几种呢 那第一个就是油费争议的问题 那油费争议的问题估计就是很多很多时候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维权 其实这种维权是不用太担心的 因为这种维权它一般都是成立的话也不会扣分的 就是说一般的成立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但是建议大家就是遇到这种维权推款的时候 其实第一反应就是先要去判断一下这个维权这个投诉到底会不会成立 然后成立之后会给我们店铺带来什么影响 然后第二步就是去跟买家主动的去进行一个沟通 能够去就是叫做协调把这个投诉撤销那是最好的 那如果是撤销不了的话 那我们就先去判断一下这个投诉到底会不会成立 那如果会成立的话 我们肯定是花更大的功夫去维护一下这个 尽有可能的去尽一切努力去把这个投诉给撤销了 那么如果这个投诉是成立 不会成立的不会扣分的 那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就正常的去做一个申诉处理就可以了 然后油费增益一般都会出现的话 就例如说就出现说商品说质量问题的 然后商家这边不愿意承担运费 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油费增益 还有一种情况大部分就是商品没有质量问题的 但是商家还但是买家还是需要商家承担这个运费的问题 或者是说商品有质量问题 他退回来换货 他需要我们的卖家需要承担这个运费的等等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很多很多这种问题都是小问题的 还有一种就是运费险的 就是说很多买家他就说我有买了运费险 我不应该出运费的 但是我已经出了 这个时候他是你退款的时候 其实是保险公司 我们的运费险公司是72小时内会退款到他的账户的 但是很多很多买家他不清楚这一点 他就以为这个运费是由我们买家 我由我们卖家去出的 所以的话我们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一般会出现的邮费争议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就是延迟 这里面延迟发货 延迟发货现在就是天猫商家是要求48小时内必须给发货的 除非说你的商品是预售的 那么你在发布商品的时候 你就要选择预售的时间 以及客服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跟买家说清楚 说我们这个货不是不能不能说这个时候发 这个时候要跟他说清楚的 不然的话会导致延迟发货 那么延迟发货的话 现在天猫的处罚就会去扣除说5%的保证金 然后不超过5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罚款 那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店铺一个处罚 那么吸电来讲 延迟发货我们第一次第二次我们是不扣分的 那么超过三次以上的第三次 我们就会进行一个三分的扣分处理 那么这个处罚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严格的 那希望就是说出现这样的纠纷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跟买家进行一个沟通 尽可能的话能把我们的投诉撤销 或者是把退款原因进行更改 就尽量进行一个更改 避免说公司不必要的一个损失 那还有一种维权呢 就是退款的纠纷 在这里面可能就会遇到很多 例如说有一些买家他买到的商品 他已经影响二次销售了 例如说他买了一件衣服 他已经洗过了 但他非得要退 非得要退 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退款纠纷 那假设我们是拒约他的退款的情况下 或者是说等我们交易成功了 他还有可能会进行一个投诉处理 就是说投诉我们的商品 以描述不符呀 或者是说我们的财字有问题啊 等等的都会 或者说投诉假冒品牌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退款纠纷引起的 就是说当我们的商品不愉快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还有一种 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为旅行其他服务承诺 这里面的包含的会比较多 例如说你 例如说其实言辞发货 他也是属于为旅行服务承诺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答应客户的事情没有做到的 这也是为旅行其他服务承诺 那还有一种就是恶意烧耀 那恶意烧耀这种情况下 一般投诉成立的几率会比较小 因为恶意烧耀必须说要买家那边去给出说恶意烧耀这边的一个证据 就证明说你是恶意烧耀的这边 除非你是说真的用短信或者电话轰炸客户 并且留下了一定的痕迹 那么这个情况下才会去判别 那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的 所以建议的话出现假设出现中差评也好 退款也好 也尽可能不要去 不要去烧耀到客户 然后也不要过于频繁的联系客户 这样的话在前段就可以去避免有这样的一个投诉 那当然的话无理的投诉我们一般都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无理的投诉来讲 我们的天猫小恶还是会去做一个公正的一个审理的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维权纠纷处理的步骤 首先是我们当我们遇到刚刚 例如说我们刚刚遇到的那么多问题的时候 首先我们第一步是怎么样去做呢 那第二步我们会去找出投诉维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投诉维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那第二步就是要懂得向客户道歉并且稳定他的情绪 就当我们有投诉产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第一件 我们第一件事不要去申诉 而是说我们第一件事要先去跟我们的客户取得联系 然后先要跟客户道歉 要稳定客户的情绪这是第一步 就是你稳定他的情绪之后 后面的沟通就会更加好沟通一点了 那还有就是要第三点就是要耐心聆听 不要争辩 就是说我们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 这个时候客户肯定就会跟你讲很多啊 你们什么什么不好啊这样的 那这个时候你要懂得就是沉下心来 耐心的聆听 不要跟客户起到争辩 就算不是你的问题的时候 是客户的问题 那我们也要至少这个礼貌要做到 那第四步是换位思考 我们要用从客户的角度说话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说 要用的话术是怎么样的 例如说 是的 我们是的 先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对的 我可以 对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这样 我真的可以理解你的 这个时候你就是一般是采用这样的话术比较多 就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去帮他讲 就是说清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的 就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跟你一样好 但是说我今天跟你沟通的话就是想解决问题的 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是换位思考 站在客户的角度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 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说话 那第五点就是要真切啊 我们诚恳的去接受抱怨并且给出解决方案 那这个时候我们表现出来就是态度一定要真切 然后要诚恳的去接受我们这个问题 并且最后的就是并且给出我们的解决方案 那在这里面其实投诉来讲一般就是说很多人会问我 老师如果客户不接电话怎么办 或者是说我联系联系不上啊 或者是我沟通沟通不了啊 其实像例如说联系不上这种情况下 我的建议是像我以前也会经常说打电话联系客户 客户不接电话的这种情况 很多时候他不接是为什么 因为他是担心你是那种广告的啊 或者是说诈骗电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打电话与我客户不接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客户先发个短信 告诉他这个我们找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然后当他那个过了过了过几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给客户进行一个电话过去 或者是换一个手机打电话 一般这样的多尝试几种联系方式 必定会联系上的 或者是说你万万跟他讲 你说请我们现在是有点 就因为我们看到您反馈了我们这边的问题 我们希望可以给您解决问题 从而得到你的满意 我们希望就是说跟你电话上能做一个沟通 然后并且跟你道歉 你看一下您是否发密接电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万万上也进行这样的一个留言的话 那我们的买家就知道 原来你不是说恶意来找我的查的 然后或者说你不是说那些广告商什么的 那这个时候就会主动的去进行 这个时候你打电话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大部分就会去做一个接听的了 所以的话我们维权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找原因 然后标不就是道歉 然后去真诚的跟你客户解决问题 这是维权处理的步骤 那么如果我们被买家或者是同案恶意投诉或者举报 怎么办因为我们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的官方解释是说啊 无论举报方式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发起的举报 如果您不存在这个违规的行为呢 就不用担心淘宝核实您未违规举报机会判定不成立的 那么在举报的期间呢 您的店铺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因为我们很多商家都会觉得我被举报了就会担心我的权重掉了呀 或者是说对我店铺有什么影响吗 那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举报就是说在举报的期间 对我们店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违规的话 那么举报也就不会成立了 所以的话这一点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那么我们还有就是在我们的闺蜜 大家可以闺蜜点淘宝点闺蜜点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闺蜜的这个渠道 那么闺蜜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诉 那么投诉这里面会有一个异常的投诉 就是说买家滥用投诉权利获得赔付 比如说他说你不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投诉 或者说你这个商品不给我又会多少钱我就投诉 如果说明白这么明显的话 那么你他一旦给你投诉 你是有可能进你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申诉的 那么我们的申诉渠道就是进入我们的闺蜜 然后进行一个异常订单的一个申诉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售后规避风险就是客服的一个高压线 那在我们的售后段我们特别要注意 我们售钱很有可能会放的 我们售钱很有可能放的 就是说我们售后一定要给我们客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规则的一个培训 例如说发票问题 那么对于我们天猫商家来讲 我们是一定要回复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开发票的 那开发票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发票 发票不能多开也不能少开 一定要按发票金而进行一个开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发票的话 如果客户来讲说 为什么我的包裹里没有收到发票呢 那这个时候你不能讲说 亲你没有联系我我就没有给你开发票 我们是不能这样讲的 我们可以说亲因为我们开发票是需要您提供我们的发票抬头 我们才可以开具的 那么现在麻烦您提供一下您的发票的抬头 我这就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那个财务给您安排不发 这是发票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就是泄露他人的信息 在这里面也是我们客服在话术的时候 需要去做一个 做一个引导 就是泄露他人的信息 当我们在核对地址的时候就要谨慎 如果这个客户没有在我们店铺购买任何订单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允许给他发其他商家的地址 所以的话我们在核对地址的时候 只能说他在我们这里买了订单 有相关的订单 我们才能针对订单进行核对 而不能说随便说随便一个万万过来说某某ID的你就核对 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违规的问题哦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极限词的使用 相信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一下广告法出来了 就是说比如说最好呀最高啊唯一呀 极好啊呃什么全国第一全网第一 这些都是不能使用的哦不能使用的 这是属于极限词的一个范围 那么同时我们克服在沟通的时候也要避免极限词的使用 就是说哦我们家的产品是全国最好的 那或者是说唯一的然后极好的最高极的等等这些词 我们都是不能在这里使用的 一定要去做一个呃 做一个客服要去回复的时候要去做一个谨慎来划分 然后还有一个呃就包油的问题 那包油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是呃 如果商品是包油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允许在那个客户拍下的那个订单后面去给他加上一个运费的 那这样的话也会产生一个违规哈 所以的话我们包油问题 我们就是说如果偏有地方不包油 我们建议大的就是使用运费模板去做一个设置 然后同时的话我们的标题也不要加上包油二字哈 所以这个要谨慎 那当客户说这个商品是包油的 他要加钱发其他快递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呃 让客户拍下我们的邮费链接 也不要在本个订单进行一个加运费 那这样的话也会去避免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哈 那还有就是好评返线 大家都知道现在好评返线是不能的吧 不能直接在呃 旺旺窗口上回复 是说我们店铺是有好评返线的 包括我们现在包裹也不能出现好评返线的一个卡片 一旦的话买家进行一个投诉 也是有可能会进行一个投诉的哦 所以的话这一点要注意 就是客户回复的时候 当买家说你们家有没有好评返线 你就说啊亲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暂时没有这个活动哈 就是说如果你对我们的商品满意的话 欢迎你去提供给我们最美的买家 是我们这边会有奖励的 那这样也是可以的 就不要涉及到好评反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被投诉到工商局怎么办 这种就是哦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很多卖家会遇到的比较头疼的问题 就是被投诉到工商局了 那么被投诉到工商局了 我们这里面哦 大家可以输入这个网址讯息进行一个查看哦 那其实官方的解释来讲 就是如果呃如果是直线词的使用会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去进行一个博回 然后我们把商品的详细页进行改正了 把所有的页面进行改好了之后 我们进行一个博回是可以的 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如果您涉及到你的出帽假冒产品啊 或者是商品过夸大描述等等 那这种有可能会被被工商局那边要进行一个审判处理了 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谨慎哈 从客服端包括从我们的美工页面 包括从我们的页面 我们的产品描述都不要去进行一个夸大的一个宣传哈 所以这一点就是除了避免之外 我们还要去做一个预防 哦 这这是维权纠纷处理的部分 那么看一下我们售后的最后一部分的内容 就是评价管理 那么评价管理哈 我们这里评价管理讲到的是一个评价解释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一个评价解释呢 其实评价解释来讲 我是建议大家这样子哦 就希望我看到很多店铺评价解释 是全部复制都是千片一律的 我建议大家还是那个 呃 在评价解释的时候 还是去做一个区分 好评的话 我们就针对好评有一个不同的类型 要去做一个评价 那么中评跟差评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一个区分 特别是中差评我们要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服务 而不是说为了评价而评价 当然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个评价解释 同时的话 从评价解释里面 我们要去说明一下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一个棒 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 不要说随便去做一个解释就敷衍了事 因为评价解释它是给下一个顾客看的 那通过中差评解释可以争取其他客户的理解以及同情 那通过好评解释也可以表达出感恩或者是做出宣传 所以的话我们评价解释我总结一句就是要用心 千万不要签片疑虑 如果遇到一些中差评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转换率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 如果联系客户没办法去帮我们追加 或者是系列没办法去改中差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评价解释 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的一个处理的态度 以及处理的一个方法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评价所数据一个查看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意参谋 也同样是在我们的生意参谋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负面评价的一个商品 以及负面评价的一些关键词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的负面评价还是会有很多人关注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C跟手机端 都会有一定的围观的一个占比 然后我们针对我们的商品 一般我建议就是针对商品的负面评价 我们要进行一个统计处理 那就是说你又看到负面的关键词 例如说不舒适呀 要指一般呢 那我们就带这个商品可能就是 这张商品本身这样有问题 我们要去做一个怎么样的弥补 怎么样的一个挽回 而不是说出现了一个中差评 我们只是一味的解释 或者是一味的看了就算了 因为我们从评价里面其实也可以去找到 找到问题的 然后从而解决问题 也有可能说在评价里面解决问题之后 我们从而促进我们的一个客户的一个二次消费 然后我们评价回访 在这里面跟大家讲一下评价回访 那评价回访这里面分几点 一个是负面评价的分析 评价回复以及电话回访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评价分析 这是在后台的一个服务 服务质量到服务分析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评价的内容 这里有评价的内容 然后这里面有评价的一个关键词 以及评价条数 以及一个占比 那我们从这里面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我们商品就是商品相关的评价 这里面占比占了85.63% 那么出现的 你看出现的不满意的也是会比较多的 所以的话我们从这里面 看到哪个问题是最多 着动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处理这些商品的质量问题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评价管理 那么评价管理这里面 我们中价评处理的方式 那我们在处理中价评的时候 一般我们通过的是 旺旺短信或者是电话 那么一般用的是电话比较多的 因为毕竟电话上沟通会比较方便一点 而且也是客户容易接受的 比较容易接受的 那么看一下中价评处理的一个步骤 首先说也是一样的 我们了解一下客户给中价评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接着我们就是沟通方式很重要 就是说你是用旺旺啊 用电话还是用短信的 一般我刚才讲的 尽量是用电话进行一个沟通 会比较有诚意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通电话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去做一个真诚的道歉 那么道歉完了之后 我们要去给出解决方案 还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事后解决的流程都大同小异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原因 然后我们就去选择一个沟通方式 然后发现问题是什么 然后进行真诚的一个道歉 完了之后给出解决方案 最终的就是一个评价跟进 为什么很多很多客服 我们很多客服包括很多售后 他是对那个评价中差评会有一种 心里会有一种担心 就是说要你去打电话给中差评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很多我们客服就会心里会打退堂股 会觉得有点害怕 那其实我们换一种形态 我们不一定说要求客户中差评给我们追评啊 或者中差评给我们吸电给我们进行一个删除处理 我们打电话的一个目的 我们评价打电话的一个目的 我们可能更加纯粹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这样的话 你的心情就不会有那么 你的心情就不会有那么的一个难 就是有那种纠结感 你就是抱着一种就是什么呢 帮客户解决问题的 就是说我打电话给客户的目的 不是说让客户帮我做什么 而是说虽然你已经给我评价了 但是我还是很用心的为你解决售后问题 然后帮你解决问题 我的目的是给你解决问题的 那站在这个角度来讲 很多客户是愿意接受的 那么当你解决问题之后 你再去委网的让客户帮你进行一个追评也好啊 改调也好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沟通技巧的一个方法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修改中差评的话数可以参考的话 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可以一打电话的时候就说 你好我是某某奇言店的VIP客服 现在制定给您是因为您给我们的评价 知道您这次购物没有让您满意真的很抱歉 那打电话给您的目的也是想帮您解决一下问题的 不知道您现在是否搬并接听电话呢 那第一步就是首先要说明一下来电的原因 并且道歉 这是然后如果您说您是某某奇言店 他没有反应就是不知道的话 您可以直接说你们是卖什么的 你们店铺是卖什么的 然后接着就是接下来就可以这样讲 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很重视每个客户的体验 您的满意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们也很感谢您这次告诉我们的不足 希望您能给我们一次为您服务和改正的机会 我们下次一定会引以为戒的 那第二步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二步就是要真诚沟通争取聚会 一般你说到这个分散来讲 一般客户他都是愿意去接受跟你沟通的 所以的话我觉得生活问题说没有说解决不了的问题 重点是看你怎么样去跟客户进行一个沟通了 那么我们的接下来话数三可以说 为了表示我们的牵引您看这样可以吧 这个时候我们当了解了问题 当了解了客户的诉求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出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给到客户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当给出解决方案处理好问题之后 我们再去做一个引导改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评价回复的一个标准 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那么当我们的这个产品出现问题 大家看一下这个客户的评价说 买了好几件 唯独这件有瑕疵 而且你们发货类大没注意 但是为什么我提问也没给我解决问题呢 一直觉得态度挺好的 再造级也不能这样吧 伤心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时候 给客户的回评是什么呢 就是说亲爱的真的很抱歉了 本次交易出现了小插曲 我也看了客服的聊天记录 后面也帮你解决了问题 因为最近客服的咨询量比较大 回复的速度可能会稍慢一些 我也给您打电话了解了情况 谢谢您对我们的谅解和支持 非常感谢您将我们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 我们以后一定会杜结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那期待您再次关联 祝您生活愉快 感恩有你 一路相伴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回复 我们并不是说千片余虑的 统一的千片余虑的去给客户进行一个什么回复 而是说我们针对性的这里面什么问题 我们针对性的给客户进行一个回复 那这样的话从而也是可以 让其他客户可以看到 虽然你们家是有问题的 但是你也是积极的在处理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会让到 让客户觉得就算有商品也无所谓吧 就也关系不大 影响不大 因为你们家是在积极的会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前面有讲到 在处理中差评的一些办法以及回复的一些技巧 那么如果我们被买家或者是同行恶意评价了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恶意评价的申诉 首先我们可以去登录我们这个闺蜜.淘宝.com 那登录闺蜜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不合理的评价 那在线可以提交相应的一个信息以及一个数据 那处理的一个时间呢 那处理的时间是在三个 在三个 在三个工作日内会进行一个审核并回复 那不合理的评价 受理的标准详情 那如果评价中出现有广告或外链等等这些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卖家中心的评价管理 找到对应的订单发取举报 如果没有举报权限的话 可以点击申请开通权限进行一个举报 那么举报评价限近90天内的评价 那温馨提醒举报权限仅限使用 请大家针对广告啊 然后云会或者是证据信息举报 那针对无效的举报较多的商家 我们进行会收回举报的权限 那么不合理的评价 很多商家会跟我讲 不合理的评价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首先是有包含第一个 利用中差评去谋取额外钱财 或者是不但利益的 那这个时候需要双方的聊天记录举证 那证明评价者是以中差评要挟为前提 利用中差评谋起额外钱财 或者是其他不但的利益的评价 那么第二点就是同行竞争者交易后 给出负面的评价 与同行交易后给出的中差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 可以进行一个申诉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评价中出现 有骂的词的话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申诉的 那评价中泄露他人的信息 就是说如果他把其他客户的信息 进行一个体现在那个我们的评语中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申诉的 然后不合理的评价申诉可能很多 我们很多那个买家会 我们的卖家会说 我不合理评价为什么每次申诉的不成功 那原因就是说你可能申诉的理由不恰淡 就会导致 就会导致将这个不合理评价的一个申诉失败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申诉的时候 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 才可以进行一个申诉的 那恶意评价申诉的入口 我们是在这里面 在闺蜜投诉这里面会有 我要投诉这里面会有一个不合理评价 那不合理评价就例如说 利用评价进行要求 或者是同行攻击辱骂等的行为 是会这里面就可以去进行一个申诉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申诉的一个记录 那也不是说我们申诉每次都会成都会成立 那这里面会大家可以看一下案例 那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就是会有骂人了 骂人之后这个就成立了 就会帮你隐藏这个骂人的一个信息 那评价会进行一个保留 那么例如这种评价 我们就是不成立 就是说这评价是不属于不合理的评价范围 那好评率对买家的搜索和部分营销的影响已经弱化了 同时建议您做好评价解释 让更多消费者了解您的商品以及服务 那在这里是建议大家 如果生事不成功的情况下 也不要去太过在意 我们一定要去做好这个评价解释 让更多消费者去了解您对商品的服务 商品的了解您的商品以及您的服务 然后我们这个投诉 投诉这里面投诉的场景 我们不合理比较投诉的场景 比如说 比如中刹评就是这种就是敲诈类型的呀 或者同行的呀 出现辱骂的呀 然后泄露他的信息的呀 我们会有投诉不同的场景 我们选择对应的场景进行投诉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售后的一个小节 那么售后的小节在这里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真实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通过评价解释的一个案例 那当时我们店铺出现了一个 一个客户给的一个差评 就当时他给的差评 就是他买的都是我们店铺全部 买了9款都是我们店铺的热销款 然后他给了我们9个差评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的 当时我们的客服主管看了第一反应 他会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同行恶搞呀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找到我 说要我给到一个评价解释 那其实对于我来讲 我在去做评价解释之前 我是不会乱去做评价解释的 我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原因 包括我后面一定要处理好了之后 我才会去做一个评价解释 而不是说盲目的 觉得他就是他就是同行啊 或者是他就是恶意评价 你就去做一个解释 其实这样是没用的 那当时我的处理方法是说 我先去了解一下这个客户给我 差评的原因是什么 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 那么我们打电话的打了电话 我看了我是先看了他聊天记录 我知道哦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就是买家跟客服沟通不顺利 产生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就跟买家进行一个电话沟通 那么电话沟通过程中啊 这个时间有点长 然后他一直跟我讲原因是什么 问题是什么 后面我就跟客户进行一个道歉 那道歉完了之后 我给他给出他一定的补偿措施 那这个时候 他他虽然说他给我们的九个都是不好的评价 然后他有七件事退款有两件事签收 因为我们当时是有货先发的 那这个时候呢 呃 客户就当时我给他道歉了之后 我就问他还想不想要我们的衣服的时候 然后他说其实还想要的 那这时候我就说还可以按照之前的优惠价给到他 并且给他赠送一个优惠券 那这个时候客户他也他也愿意再回来购买 这个时候他一开始买了呃 上一个定乱是六百多块钱 然后通过我这个服务沟通 他之前是退了退了四五百回去了嘛 然后呃通过这个沟通之后 他又在我手上下单了一千多块钱 就是已经客单价又翻了一倍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从一个 就是解决好了一个评价 后面产生这样的一个收益 其实我想再说 其实我们在处理收获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要带着太强的目的心去处理问题 而是说抱着一颗帮客户解决问题的心就可以了 只要你帮客户解决满意了之后 这样就会有成交 那我们事后的总结哈 事后的总结我们会有一个取舍的过程 就像我刚刚说到的那个案例哈 我可能会捨去我们的一些利润 就是说我给他优惠券啊 我按活动价给他 那这时候其实我赚的不多 但是我可以得到的是什么呢 那我可以得到的是客户的一个回购率 在客户心中的一个店铺的形象 包括客户的一个客户体验 他也会从一个不好的购物体验 变成一个好的购物体验 那同时也会提升我们的DSR的一个评分 其实这个是我们售后一个取舍的过程 就是说没有办法 就是说每一个售后都能力保 说又保公司一分钱都不亏损 然后客户又满意 很少会这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宁愿花 舍掉一点点成本啊 舍掉一点点利润 然后从而得到让客户满意 这个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可以得到的会更多 得到的会更多 那么我们的售后总结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掌握技巧跟原则 其实售后来讲哈 其实售后来讲 他是没有说有很多标准化的技巧的 很多时候是要靠我们在售后的工作中去做一个总结 包括去我们售后做多做久了 我们这样就会知道 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怎么样处理会更好 这些一切都是靠经验的 因为没有说一个人天生就可以做好一名售后 肯定就是不断的去磨练啊 从售前 经过我们的售前的工作 然后转到售后 然后不断的去做一个售后问题的解决磨练 这样的话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可以 然后第二步就是建招拆招处理好啊 因为售后的问题 他不是说每天遇到售后问题 他都是一样的 可能我们今天遇到的是这样的问题 明天是遇到那样的问题 就是各种问题都会有 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建招拆招 有什么问题 就根据这个实际问题去解决就可以了 那第三就是关怀可以带来老顾鹤 就像我刚才讲的评价 我们从一个负面的评价进行一个沟通 帮客户解决好问题 从而他又来我们店铺进行购买了 那这个就是关怀可以带回回头客 可以带来我们的一个老客户 那么我们给大家的一个 最后给大家的一个售后的规语 首先第一个顾客用也是对的 我们在处理售后问题的时候 要先处理心情 再处理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先安抚好客户的情绪 然后再帮客户解决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顾客的诉求是求发泄 求尊重 最后是求补偿的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一下 客户来找我们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他就是要告诉你 你的产品的问题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发泄的过程 发泄完了之后 他希望得到的是一个什么 尊重 就是你必须要给他道歉 必须要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态度 你不要说以一种质疑的态度去面对客户 这个就是求尊重的一个过程 那最后才是要求你要去给他去做一个补偿的 所以的话这是顾客的诉求 那么售后处理一半是技术 一半是艺术 为什么说一半是技术 一半是艺术呢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售后这里面 我们也很考验我们的说话的一个艺术性的 就因为有时候同样的一个问题 你的沟通方式 你的说话技巧不一样 你会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么一切都是过程 可以忍受可以承受 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享受 其实在解决生活问题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像我一样 像我以前的话 我处理很多生活问题的时候 我们公司的人都觉得我是受虐型的 因为我 我很开心在 我很享受在处理生活问题 因为很难的问题被我解决好了 之后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的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这样的心态 去面对我们的生活问题 觉得我不管你是什么问题 我都可以处理好 因为我有这个信心 我带着这个想法 就是我帮你解决问题的 然后解决好了之后 我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那当客户不对的时候 那记住第一句话是什么 第一句话就是顾客人也是对的 这是送给大家的一个售后寄语 那么我们的售后的全部的课程 就到这里结束了 售后部分的 那售后处理技巧部分 我们来进行一个课程回顾 那首先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 给大家讲的是 售后的心态的一个调整 包括售后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 然后第二就是日常 售后问题的处理技巧 那么日常售后问题里面 就包括了我们的物流问题 跟退款问题 我们的处理的一些技巧 以及方法 那么第三部分是 维权纠纷处理 在这里重点讲了 我们的维权纠纷 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那最后跟大家讲了一个评价管理 那评价管理这里面 我们剔除掉以前的那种 一定要说让客户 帮我们去做追评 做更改 我们是更多的是以 关怀回反的角度 去对待我们这个评价管理 让客户 就是重点 就是说不满意的客户 我们要让客户 处理到满意为止 所以的话 我们就是评价管理 这部分 我们更多的是以 关怀的角度 去帮客户解决问题 不管这个评价 最终能不能改 我们是怀着 就是帮客户解决问题的 形态就可以了 那这是整个 售后课程的一个内容 那么售后的课程内容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